简报网站的连结 那请同学开取那个 PowerPoint Sample04里面的 这个新北市人口统计图 那开起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连结 我希望使用者在点选这里的时候 就直接连结到三峡区附证书所 首先把这个字选起来 接着点选插入 插连结 就把网址打在这里 贴上去再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如果现在点选这个 三峡护证书所的地方 就开启我们的浏览器 连结到这里去 就可以看到现在连结网站 这时候就会把网站的结果 把它秀出来 那有色连结的地方 事实上它的颜色 也会有一些些不同 那这网站有点慢 我们就再回到PowerPoint 先去介绍其他的 除了这个以外 记得同学要提醒你播放才能连结 那你也可以来 我们向Escape键 我现在插入一个图片 美工图案 我在这里输入寻找人口的图片 把这个人口的图加进来 那这个在PowerPoint的 文字可以连结 图片可以连结 这时候图片我们来做什么连结呢 我们来做档案的连结 比如说点选这个 一样插入超连结 我们刚连的是网址在这里 那我可以把Excel的资料档连结在这里 三峡区认过统计表 好一样在播放时我们再看一下 我现在点选这个 滑水标当我一过来的时候就出现这个 点起来就会开Excel档 把人口全部显示在这里 好再关闭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看看 这个三峡区 护证士组已经进来了 所以我们刚超连结 刚刚等了好一下子 网站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们介绍了网站连结 档案连结 那档案的各式档案都可以做连结 不是只有那个你可以连结影片档 Word文件档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变更版面配置 好Escape键我们先跳出来 那我们再新增 常用的地方新增投影片 当你新增的时候是长这样 对不对 那我希望呢 我这里要放别的东西呢 我可以透过版面配置 我只留标题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就只留没有了 那这里呢 我输入一些文字进来 比如说点一下 我想做水果时钟 这水果时钟是从网路上过来的哦 我可以连结网站的效果 那我们就开启浏览器 好 我们输入到clock点link了 clock就时钟嘛 link就连结 然后这边选择语言改成中文 好 比如说我现在点选指针的 那这里有很多 再请同学仔细慢慢看 这个可以结合在你的简报网站哦 部落格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现在点选什么 节日 那其他我就不再做了 再点选节日 我看到可在圣诞老公公 对不对 那点选查看html标签 accept接受这个授权条款 点一下 好 那台湾的时区要注意哦 台湾的时区GMT加0800 这里可以适用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国家 那台湾的时区跟同学报告一下 我们位置是在GMT加080 代表台湾的时间 这就变成0930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复制它的语法 复制语法的时候要注意哦 它这里呢 上面有两个语法 下面两个语法请你选择这个下方的语法 才能够跟PowerPoint做结合 这个 如果上面不行 点下面啦 复制起来 回到PowerPoint来的时候呢 我希望在这里加一个可爱的时钟 对不对 那我们点插入 视讯 来自网站的视讯 这个 好 按右键把它贴上 再来选插入 就看到这个 有没有 那这个呢 还黑黑的哦 当你点播放的时候呢 它才会显示出来 就出现了网路时钟 那这是个很可爱 那里面呢 有很多可爱的图 再请同学试看看 比如说我们来整理一下看看 这边呢 有可爱的 还有体育时钟哦 指针的 有没有 四季啊 水果饭店啊 等等 那这个都还很不错 那再请同学试试看